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霖珊朋友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作业本吧 这是一个东西 他在写什么呢 看 我恳求您 再翻过来 再看 恳求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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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再看 恳求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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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本大概有个50页吧 这一本写完了 这是第二本 我恳求您 我恳求您 恳求您了 恳求您了 然后 这一后达子 这是行为艺术吧 这一后达子全是恳求您 有一个短函 给我的 也是给文道兄的 他到底恳求我们要干什么来 文道 这是我给您写的第四封信了 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真的可以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 我真的可以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 我真的希望可以在枪枪三人行中 让我聊一聊对足球的想法和理解 我希望您现在开始有点开始相信我了 这一本 这么多的这个诚意啊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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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您上不上枪枪三人行 这事我们还商量 但是呢 这个东西啊 金石未开了 我要承诺我们要保留的 我们要保留的 就可以将来进入枪枪三人行博物馆 是吧 那也是一片热情一片心 我先放脚底下啊 不是 也没地方放 对对对 完全不代表任何瞧不醒 无弱的意思啊 没有任何 这很重要 对 诶 诶 诶 詹老师你看啊 还有从美国方向上来的 我觉得今天这封信呢 也让我挺感动的啊 你看这个人叫蒂芬妮 你看还是名牌 是吧 蒂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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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 她的中文名字 你看 她怎么说 她说她不合法的中文名字 叫陈文秋呢 名字还有合法不合法吗 她说呀 你看这封信啊 这个短短的这么多信啊 这是个华人 美国的华人啊 他写了半年 写完的这封信 她说 窦先生 希望现在已经没人 用这种写信的方式 跟你联络了 我是一位跟你童年出生的人 六七年 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 由于近十几 二十年中文都忘得差不多 所以写中文这么困难啊 然后由于近十几年来 网络科技的发展 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 就在网上看的是吧 他一看呢 新鲜甚至有些震惊 没有想到现在节目的风格 不再是我那个时候了 然后才发现 我跟中国的距离已经那么的遥远 我看你主持的枪枪三人行 我感叹 我感觉你看起来是可以乱说话的 这就是个误解 也只是看起来 也只是看起来 他说连我那个普通话 不灵光的丈夫都给逗乐了 说你OK的 就是夸我一把 然后呢 他你看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 本人非常感谢您阅读这个信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写信 给新闻媒体界的主持人 可能应了你啊 在节目中提到过的 美国中产阶级 或是在美国生活的人 我曾经这个开玩笑说过 美国中产阶级英文怎么说啊 美国中产阶级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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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无聊的生活 不聊的生活 你看他记住了 他说啊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 美国中产阶级的 boring life吧 我就过着这种生活 你知道吗 我们是很惨的一代移民 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也不能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也不属于美国的低层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对中国的文化也忘得差不多了 都在慢慢的流失 现在可是提笔忘字 语句也颠三倒四 而英文也不怎么样 真惨 我们活到这个岁数 也开始想当年了 你觉得可笑吗 我觉得这个 这就说到美国了 扎老师 你应该很有体会 我可以算老美国了 对啊 而且扎老师太不一样了 人家扎老师不是那种什么 中文也不行 英文也不行 他说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两种文这种写书啊 你来做广告了是不是 对啊 直接用英文写论著的人 对啊 大受欢迎啊 最近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报写来了 美国不是有一个很可耻的地产商 叫做特朗普嘛 是吗 你不知道 DONALD TRUMP 那个大爆发户嘛 就老演电视剧前阵子出来 说要选美国总统成笑话的那个 是个大富豪 他呢 他呢 最近说呢 他看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 影响了他对中国的观念 其中一本就是咱扎老师的书 然后扎老师的书 他看完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必须跟中国打贸易战 你写的什么书啊 不愧 扎老师 我就是才出了几个月 我四月份出了一本英文的新书 扎老师我还在跟你转告呢 我昨天晚上跟一帮美国混 不是美国混 跟一帮美籍的华人 不是混混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 他见到我呀 让我一定要向你转告 他是在洛杉矶的华人 现在做律师 办这个投资移民的 你知道吗 他说你一定要转告 你们那个扎剑英 说二十年前 我就是追随着他的脚步 看着他的书 不惜一切代价去到了美国 他决定了我一生的人生 结果错过了中国的黄金时代 发财没发成了是吗 能是追到回到中国来捞钱了 但是但是你是 我天这形象 你是二十年前写了本什么书啊 我想他说的肯定是我曾经 那一段出的小说里面 有一个中篇是比较 就是读者比较多的 有一个很善情的名字 叫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 带着惊叹号的 但是你说他说的也很有意思 你刚才讲他现在 到中国来淘金了吧 但是跟着他的一位 美国一个证券业的人士 也是一个华人啊 讲了一句 我觉得饶有这个味道的话 他说呀 我在中国做过几年 这个金融啊 到后来我就走了 现在做别的产业 但是当时我们这个 这个当时国际上来的 想到中国淘金的 搞证券的 还是搞什么的 投资的 他最后得出一句话 说这个国度啊 这个地方遍地黄金 可是不是我们能捞得着的 就不是说的是中国 中国 就当时他们想来中国 做种种的产业 这种人捞不着 对 他们看到遍地黄金 但是他说啊 没有一个是我们挖得着的 什么意思呢 我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我这倒是提起另一个事儿 就最近奥巴马他们家 不是美国他们就是这个国债的事儿啊 我还问这个搞证券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完全不懂这些事情啊 完全不懂这些事情 那个李敖不是写了本书叫 杨伟美国嘛 我那天一翻啊 杨伟美国 他就说要让美国杨伟 美国是杨伟的 想那两个字真是 真是真是 不是杨伟动词化 就是看衰 他就不是他觉得 他觉得美国太那个洋亢了 就应该杨伟他打美国嘛 他审判美国 他是反美先锋 反美 然后其中看到这么一段话 我说我给请教一下 你这个美国证券界的人士 有没有这个事情啊 因为他提到一个史实啊 就是说在1944年 好像是7月27号 有一个布雷顿的 还是布莱顿森林 森林谁也对 好 当时是你美国承诺保证 是吧 美元跟黄金等值 不是等值就挂钩 挂钩 就是所以说 就是你们全世界 要相信美元嘛 美元 金本位 金本位就是说 一盎司黄金换35美元 永远不会变 一盎司黄金换35美元 美国经历了几任总统 确实都没有变 但是呢 到尼克松的时候 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 尼克松当然前任也都欠债啊 你外债包括黄金的都弄光了 所以美国就宣布脱钩 我们不承认了 我们不认了 那么到现在一盎司黄金是多少呢 一千多美元 一盎司黄金 那么我当时就问这个 我说我说这照这个说法 这个美国算不算这个 我一时没找到词 人说话都挺礼貌 我说这算不算不是东西呢 我说这是违约吗 他都说这个是的 但是美国人很幽默 为不是东西干杯啊 对对对 这很有名的事件 但当时呢 他们放弃金本位的时候 是个国际大事 是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 说了说着慢慢都觉得 这事儿说得通 能源 然后就开始都觉得 就不用金本位反而更好 更恰当 就更能够符合 今天国际贸易的这个现实 然后这些事就被淡忘了 是直到这几年 美国国债问题严重 然后大家都觉得 美元霸权快不行了 于是又挑起这些往事出来批评 但是你这个不等于 你要是我不懂经济 但我要去简单听这个 那你真是掠夺全世界的财富 你搞这个 你美国人最讲诚实 讲承诺 你玩这一把 是这个 我包括就是前一段 我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笔会上 遇到一个美国作家 当时我就说到这个 我说美国这个国债这么大 借了这么多债 其实使得你跟全世界人 在宣扬你的体制的悠长的时候 你不是很有说服力了以后 因为你欠所有的人的债 你去跟你的债主去说 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说呢 而且其实我是拿中国来举例 然后这个美国作家 其实还是苏森桑塔格的儿子 你知道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人 你知道他 David David 对 这David就马上跟我笑咪咪的 就说的说的 这个事情不是说 就是说光是对我们美国坏 对你们中国也不好 因为那实际上呢 如果你借了四百万 这是的确是你们就着急了 不是我们着急 我们得还这四百万 但是如果我借了四万亿呢 就这个意思吧 不是这个准确的数字 那就是两家全荒 你跟我是一条船上的 因为你害怕我 对 万一我还不起这个 你这钱就打水漂了 没错 现在正是这个状况 现在我们是有点被绑架 你知道吧 就等于说你长期 你一个房子很贵的租给一个租客 这个租客霸子不走 欠了一屁股 但你没办法赶他 因为现在是除了他之外 没人能够给你还这个账 就是那个狮子多了不咬 债多了不愁嘛 债多了不愁 中国人明白这道理 对 中国上这条船 前几年还是在被宣传 对 就说我们接轨 现在跟美国的经济 完全是连体婴儿啊 就谁也离不开谁 我那时候就说 他用的那个词就是 Siamese twins 是吧 对 我说当然这也是马后炮了 现在我就说实际上这连体婴儿 怎么那时候被当一个好事来说呢 连体婴儿是病啊 是个病啊 是畸形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咱们虽然金融都是外行 但我觉得这事儿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们不是被他们强制买的 我们是自己买的 肯定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利益来考虑的 是不是能这么比喻 就是说就像我们是店主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货 我们出很多货 美国是最大的买主 他买东西最多嘛 他钱最多 他的那个出手最大方 那有的时候你是店大七客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变成客大可以七店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靠他 你希望他多回来买东西 你就可以给他赦债嘛 他现在比如说买不起 他是借一下债 他的信誉又好 对吧 美元信誉最好啊 全世界第一 但你就不断地给他赦债 这样可以刺激他就回来买东西 我发现国际形势跟国内的事儿 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欠债的成大爷了是吧 没错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这部钢新闻嘛 这扎老师正好可以 奥巴马刚刚刚说过是吧 就是说这个参众两院 美国那个 对 说是刚刚什么 在提前多少个小时倒计时 终于算达成协议 美国人民什么松一口气 少了很久了 因为他那个借债 已经在09年底 好像就越借了 对 就过了那个上限了 那要提高这个债务的上限 必须要国共两院一起通过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所谓的民主的程序 各种利益集团 民主党 共和党 还有查党 现在脚乱的最激烈的就是查党 各有各的 对 在那儿博弈嘛 不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打算还吗 这是这样 不话说的 谁能钻的人心里 要是我 我就不打算还了 不 你不还的话 对他自己是毁灭性的 因为这个就是 这种国际的评价机制 现在还是给他信用 美国的信用还是三个A 就这种什么三个过 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回要是过不了这个呢 这三个A就降级 降级他完蛋 我们大伙都完蛋 不是 说是今年2.9万亿美元 借在上线 批准你借更多的债 你的信用评级还维持 如果不批准你借更多的债 反而你信用就调低 不是 因为他这个东西 要是他一直没定好的话 这个东西模糊 你的债务的前景不清楚 对 他这个评级机构 是看你这个债券的前景 你前景模糊嘛 对不对 我这份也没听说过这么多钱 我认为真打算还吗 这个天文数字啊 到现在没准 他是在还那个利息 对 利息都还不完呢 对 所以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你说美国能不能还得清这笔债 我觉得大家都别指望 这笔债是还不完的 但是问题是说他要不要继续还 那肯定要继续还 不继续还这全世界都撑不下去 你知道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什么状况吗 这从一般美国人生活 就这么生活 我给你讲 美国国家什么情况 你看美国人就知道 你问扎老师吧 一般美国人在街上 你看他们买东西很大方 很随便 签信用卡 签一屁股只在 他们那个消费 根本远远超出了他的收入所得 是 然后呢 你问他 比如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也很不了解这情况 对不对 我也觉得很惊讶 这一个家里头来帮你做木头的木工 也开游艇 我说那你那钱怎么来啊 然后你挣那么多嘛 那是我们刚才不懂礼貌 中国人去了问 他也很大方 他说他说欠债嘛 我说这就不用还嘛 这没关系嘛 那我说那卡债还不了 怎么那就破产嘛 那破产特容易 对不对 在美国 破了产几年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对 债都赚在中国人手里 这个当然破产还是有后果 但是他比中国破产容易多了 好办多了 我明白 我可以举一个特别日常生活的 比如我们在美国的家 因为我一半时间在美国嘛 在纽约 我最喜欢这么活着 我们在纽约的这个公寓呢 就开前不久就开那个业主委员会 我其实完全搞不懂的这一套 那天我正好我先生不在 我就去听会去了 结果主要在讨论什么呢 就是怎么还这个借的债 就是借的是什么呢 我都说不清楚啊 就是说其实它是这个债呢 要抵押对吧 这个整个这个楼是属于 还是属于那开发商的 比如说 然后所有的这业主呢 还在还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钱 那其实虽然你拥有这个 但是呢你是在不断的 在按揭示的在利息在还 那么他们就说 我们要换一种借贷机构了 前面那个借贷方式不好 因为我们还了好几年 都是在还利息啊 这个叫本金啊还叫什么 就是叫他们叫principle 这principle这几年下来 都没有减低 没碰过 就等于你这国债吧 借了这么多 一直这些年 比如这五年都是在还利息 你说的那几万亿 就是这个概念 这本金都没还 但是在具体到一个公寓 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 哎呀没还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公寓 所以业主们还觉得 确实这个是有问题 我们应该换一种 换一个债主 换一种借贷机制 这样呢我们可以至少 在还利息的同时 也奖低这个本金 就是还这个债本身 明白吗 这特别复杂 但是它是一种文化 就大家都很 然后马上业主 谁也不想这文化呢 有律师 就是很内行的借贷专家 但是文桃你知道在过去 我听你这么讲 你大家都会觉得 这美国这样很不像话 对不对 怎么能这样 但是你要回想起来 过去几十年二战以来 全球经济就是靠美国人 这么消费搞起来的 靠全世界生产的 你怎么能说光靠美国人消费呢 他不买我们生产来干嘛呢 对 你想想看 这你懂我意思吗 就等于说他这家伙 他买你的货呀 他这帮人拼命刷卡 拼命负债 拼命买东西 过度消费 他消费的什么东西呢 就以前他第一次这么消费狂潮 把日本经济扯上去 然后东亚四龙扯上去 现在轮到中国跟印度扯上去 我们能发财就靠美国人肯花 然后美国人那么肯花 但是是因为他有钱 他钱哪来是借的 这是个恶性循环 你知道吗 没闷了 而且他还有个印钞机呢 对啊 你知道他有个印钞机 他这个不要脸呢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印钞 这个量化宽数 能够量化三次 你看他一旦不行了 他就哗哗哗 他印钞票 我那天看见一个数字 在核实 我不知道 说利差有一个词 我听不太懂 利差 他是不是指的就是说 我印一个钞票 我的成本和真正 我能拿这个钞票 卷回来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差 就是说美国印钞票 印美钞啊 他一年的利差 大概是2.9个亿左右吧 2.9个亿左右 你知道美国一年的军费 就2.9个亿左右 对 所以我看到的这种推论 就是说拿全世界人的这个债 这个钱呢 养他一年 到处耀扬威的军队 你说 我这次就是 那问题是这样 美国这个 但是他这个军费 其实也等于 他实际上是扮演世界警察 没错 博言所有的海盗 对你贸易通道 你中国现在肯出这个军费吗 我们却去保护 所有的国际贸易通道 不是光是我们运 全世界都要用这个贸易通道 很简单 这是就是美国的共和党 他们就老说这话 对 他们那边的人就老说 比如他举几个例子 你巴拿马海峡 你这个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 这个马六甲海峡 这过去都是海盗横行的那几个海域 或者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口 谁在那管着 这个军队长 那你中国有航母吗 行来我们撤了你们来 所以 你知道现在是变成这样 骑虎难下 咱们大家都帮个大款 都帮老大 靠老大 靠老大呢 老大就要吃死风 没错 就这个概念 就这样 广告之后见 这个咱想起来就觉得不平啊 是吗 对 以前人类史上没见过这样 你们都吃成大胖子 而且美国咱就早知道 这种高能耗高消费 它几个地 如果中国人都像这么生活 那得三四个地球才够啊 的确 我们忍急挨饿 我们给你生产 你一整天就当老大 就这个威风 但是现在中国上去了 从肥胖上都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这个胖的问题 各种病 尤其小孩的胖 对 都是富贵病了 而且呢 现在呢 你知道美国有个想法 他就认为说 没错 他们日子过得都很好 但你们也不吃啊 你们老卖东西给我 你们也挣到点了 那他们就说 你看你们中国 怎么能够脱贫呢 你们中国世界工厂 谁拉把你起来的呢 还不就是靠美国带起 这个全球旺盛的消费市场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问题是 今天的问题在哪 就像你刚才讲的 有环境问题出来了 对 第二就是全世界都开始觉得这个东西 得止住了 然后呢 第三呢 就是像中国 印度 巴西这些金砖国家也崛起了 就我们自己消费市场都很大 而美国也开始说 不能光是我买单了 说你中国也 你也买点吧 对 你们生产东西 你们自己买点行吗 也开始来这个 所以现在是整个结构 开始大家要到一个变 你怎么说我愿意当美国人呢 我是听认识那个美国朋友 我觉得 哎呀 我说你们花钱这个shopping啊 真是杀的不要脸哪 就是过几天一个周末 就是买东西 你知道吗 高高兴兴给我说 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什么day 就是他就是个日子 那个日子呢 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去买东西 没错 去shopping 商店 哎呀 他一个月有好几天 什么节都有 他就 Festgiving啊 什么一堆东西 包括这穷家小户 都把shopping当成过节 没错 这美国而且就是他有 shopping能治百病 就比如尤其是女的 女性就是你要忧郁吧 就是吃 吃你就下馆子了 就花钱对吧 整个它有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我觉得 这种文化就是从广告 从各种品牌的这种讲故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个消费多花钱 和你的身份 和你的整个的这个形象 年轻図 词沛